打开手机镜头 部长入画 对焦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就是这里了 四倍焦距 这是部长通道上 我与部长最近的距离 Hello大家好 我是新京报记者姜惠子 今天是3月8号 今天将进行今年全国两会上的 第二场部长通道 届时将会有多位部长走上红毯 回答记者的提问 那这到底是一条怎样的通道呢 我现在呢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 我的身后是人民大会堂的北门 现在我们转过身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往后看 我身后这条窄长的红毯 延伸过去的方向 就是大会的会场 那由红毯铺成的这条 百余米长的通道 也就是我们说的部长通道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在那个位置呢有那一架 一会儿呢部长就要站在那里 回答记者的提问 今天一共有五位部长走上通道 其中有新面孔 也有媒体的老熟人 比如第二位走上通道的是 民政部部长陆志源 他是今天通道上的新面孔 去年年底才刚刚迷行 到现在两月如雨 能够看得出来 这位部长新人稍嫌紧张 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偶尔会停一下 想一想再发言 很慎重 这位部长新人都说了什么呢 他谈到 截至2023年底我国老龄人口已经达到了2.9亿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1.1% 民政部有调查显示 大多数老年人还是愿意选择居家养老方式 他表示民政部门要顺应这一要求 要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养老 享受到便捷的养老服务 除了新面孔 我们还现场感受了一把老熟人的松弛感 第三个走上通道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是通道上的老面孔了 当然他的松弛可能也跟北京今天的蓝天有关 一站定 他就朝着北门外的蓝天指了过去 就是这一句让现场的气氛轻松了起来 随后他谈到了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造假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去年新京报也专门做个调查报道 推动了事件进展 黄润秋表示 对造假行为绝不能容忍 要坚决打击 铲除其资深的土壤 相信有了部长的表态 相关举措也会尽快落实 以前部长通道部长这个样子 没有隔离线 甚至也没有一个官方意义上的部长通道 只是因为这里是部长进入会场的逼经之路 于是媒体也就渐渐地聚集到了这里 可以说部长通道是由部长们走出来的 也是由记者们走出来的 那个时候在部长通道上采访 靠的还是拉人战术 蓝布这个词大家听说过吗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个时候记者要到通道上 蓝下部长再拉到一边完成采访 非常考验记者识人的能力 那一个部长被一群媒体围住 进行采访的画面也非常常见 向元卫生部部长陈竹 就曾经被一群媒体围到了厕所的门口 完成了采访 这不是传闻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 那后来呢 大会正式设立了部长通道 每场安排多位部长走上通道 主动回答记者的提问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式 在之后的几年呢 我国经历了疫情 两会的会期压缩 部长通道也从北大厅搬到了 人民大会堂一层的新闻发布厅 那个时候呢 部长们是要通过远程设备 与身在梅电亚新闻中心的记者 隔着屏幕进行问答 从2020年到2022年 这样的形式一共持续了三年 那到去年 我国的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虽然部长通道 还是在新闻发布厅当中进行 但是记者们已经可以来到现场 进行采访了 直到今年 部长通道真正地回到了通道上 这么多年的变化看下来 似乎记者与部长之间的距离 多了这样一条隔离线 但是从另外一个积极的意义上来看 部长们由过去那种被动的 不得不接受采访 并成现在愿意主动地走上通道 回答记者的提问 这种姿态的变化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我们希望 在未来的时日里 部长通道能够更加发挥作用 让这条通道真正成为 政生与民意之间互动的通道 让记者多替大家问一些 老百姓真正想问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